草屯镇避风社区有着一群健康的饮法族 在社区集会所中设立资源回收站 经由志工们在社区里收集的资源回收 再由回收站的长辈一一的分类 目的是维持社区内的环境整洁 同时也将变卖的经费回归给社区 我们的资源回收我们已经为民国96年 我们就开始实时就在做 做了大家都有那个行动也不错 保护我们的地球 让我们的环境更好 我们的一代小朋友 有法去认同资源回收这个问题 让他们大家可以来做回收 在家庭为家庭来做起 我们就减着很多的分数 而这些志工也是社区关怀据典礼的长辈 平时都是被服务的对象 而现在却是服务社区的志工 更让社区理事长感到相当的欣慰 借此也能丰富长辈的老年生活 尤其是他们在环保回收这部分的地形 每一年我们都会为他们开口 让他们去教更多孩子 通过这些分类 我们所求的资金 就回家做社区的回馈 所以阿公阿嬷的照顾当中 不是只有担一生的 我们可以提醒他们的剩余价值 让他们人生有不同的食材 先以为宁永宏肯定这些默默为社区服务的志工长辈们 也透过回收品的变卖 能够让社区长辈们种参加菜 更能让长辈们走出家门活动筋骨 促进身体健康 我们这些事业很高兴 不管年龄、大、小、中 都是来参加资源回收的工作 变了之后多少得到这一点点的积蓄 这一点点的金钱 可以来做到我们社区关态据点的共餐 我们事业人够一项菜两项菜 那我们期待说未来社区的长辈可以享受更好的社会福利 我们社区长辈可以因此而更加身体健康 看见原本在社区里被服务的长辈们 现在也回馈社区 甚至一起维护社区里的环境整洁 这也凸显社区里的团结力与项心力 记者刘永胜草屯采访报导